在台灣南方這個菲律賓西方海面這裡 這個是現在的熱帶性低期 那未來有機會在 最快是有機會在今天 增產為第16號颱風南卡 那這個颱風形成之後 預計是會朝比較海南島 到越南的方向前進 因此對台灣沒有直接影響 可是因為它的環流 整個比較大的第二代 是為台灣附近帶來偏東風 所以迎風面水氣會比較多 要留意可能會有局部的大雨 甚至局部性的豪雨出現 在這裡